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弗兰基·德托利改变主意 决定不退役 继续在美国骑马 澳大利亚对南非的比赛 最新更新和比分来自板球世界杯 美国特使称赞 与中国重新建立沟通 为改善关系的途径 迪娜·布鲁克 这位才华横溢但被遗忘的小说家 放弃了一切 却住在一个阿什拉姆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在决议清单中缺失 新民主党准备召开政策会议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弗兰基·德托利改变主意 决定不退役 继续在美国骑马 英国每日电讯 骑士弗兰基 戴托利宣布 他将继续在美国发展职业生涯 并将骑马至2024年 这位52岁的骑士 计划在阿斯科特的 击扣英国冠军日上进行他在英国的最后一次比赛 他表示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退休 希望继续参加国际比赛 戴托利本赛季表现出色 仅在117次比赛中赢得了28场比赛和450万英镑 约合600万美元的奖金 他还表示希望参加布里德斯杯和墨尔本杯的比赛 澳大利亚对南非的比赛最新更新和比分来自板球世界杯 英国每日电讯 澳大利亚板球队在国际板球理事会T20世界杯对阵南非的比赛中 对阵容进行了两次调整 澳大利亚队将副队长亚历克斯、凯里换下 由乔什、英格利斯取代他的位置 同时卡梅伦、格林被马库斯、斯托伊尼斯取代 比赛在卢克诺举行 新铺设的球场预计将是一个重要因素 两支球队都被认为是半决赛的强有力竞争者 澳大利亚在输给印度的上一场比赛后将寻求一场胜利 美国特使称赞与中国重新建立沟通 为改善关系的途径 南华早报 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美国驻北京特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表示 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沟通 伯恩斯在一个虚拟活动中发表讲话时承认 美中两国存在重大分歧 特别是在台湾和技术方面 他强调了技术在两国竞争中的重要性 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其军事力量 在印太地区仍然最强霸 伯恩斯还质疑中国在中东和乌克兰推动和平的努力 暗示中国在这些冲突中作为调节者的效果不佳 他批评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暗示这一联盟使印太地区国家更加靠近了美国 伯恩斯还警告 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合作的国家要注意 不要过度依赖中国的援助 他强调了美国的替代方案 印度 中东 欧洲经济走廊 他表示该走廊将支持发展中国家 并保护他们的权益 迪娜 布鲁克 这位才华横溢但被遗忘的小说家 放弃了一切却住在一个阿什拉姆 英国每日电讯 吉姆勋爵在家 这本备受争议的小说的作者迪娜 布鲁克本周对该书的再版表示欢迎 这本小说最早于1973年出版 现在将由Don't Books重新发行 在最近那一次采访中 现年88岁的布鲁克谈到了他的生活和事业 包括他在印度阿什拉姆度过的时光 他解释说 他写这本小说是因为对杀人犯的生活 和可能导致这些人的背景感兴趣 布鲁克的其他作品包括 切尔滕纳姆女士的爱情生活和爱情与战争的游戏 他的写作生涯在加入印度阿什拉姆 追随奥修又名巴格旺 希里拉吉尼史的教导后突然结束 他的作品直到两年前才重新被发现 当时他在1983年的一本书中 发表了一篇激烈坦率的文章 这导致他的小说重新出版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在决议清单中缺失 新民主党准备召开政策会议 加拿大新民主党NDP 发布了一份包含60项决议的清单 这些决议将在党的大会上进行辩论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有至少一项关于以色列的决议被提出 但没有任何决议涉及当前的一巴冲突 NDP发言人表示 代表们在最近的冲突开始之前 就对他们想要优先考虑的决议进行了投票 然而 该党的外交事务评论员 预计将有一项紧急决议 关于这个问题被添加到清单上 NDP此前曾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并呼吁结束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 该党还希望加拿大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大会上将讨论的其他决议 涵盖了医疗保健 劳工权益 气候变化 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土著正义和人权等议题 这将是NDP成员五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 预计大会将举行艰难的对话 因为该党在所有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见一致 谁是拉丁美洲人 在加拿大定居并有美洲血统的居民 对于这些术语和身份感到困惑 加拿大CBC 加拿大的拉丁美洲遗产月 引发了关于描述拉丁美洲多元人群的 标签的讨论 来自美洲不同地区的许多人 对拉丁裔拉丁美洲裔拉丁美洲人等术语持有复杂的感受 迈克马斯特大学化学生物学博士候选人卡拉 马丁内斯 布米尔由于在社区内面临的种族主义 而与拉丁美洲身份产生了距离感 他更喜欢非洲裔拉丁美洲人这个术语 因为他让他感到被代表 迈克马斯特大学的教师斯泰西 克里奇 德卡斯特罗也承认拉丁美洲人这个术语的重要性 但也认识到他不能完全捕捉到身份的复杂性 一些拉丁美洲人远离西班牙裔这个术语 因为他将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与殖民他们的西班牙国家联系在一起 来自墨西哥的玛雅和萨波特卡音乐家基克·埃斯塔米利亚认为 拉丁美洲人和西班牙裔这样的术语并不能代表人们真正的历史和多样性 他建议关注并尊重自己未被讲述的历史和根源 在印度东部 一列火车脱轨导致四人死亡 一百人受伤 英国独立报 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 一列火车脱轨导致至少四人死亡 约一百人受伤 事故疑似是由于轨道维护不善所致 这列火车原计划从德里到阿萨姆邦完成33小时的旅程 由于脱轨事故 多条线路受到了干扰 这起事故发生几个月前 印度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导致293名乘客死亡 一千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对以色列采取谨慎态度 专家们在字里行间读出了一些信息 日经亚洲 巴基斯坦在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回应上采取了明显温和和柔和的态度 与亚洲其他穆斯林国家相比 尽管巴基斯坦通常对以色列持严厉批评立场 并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但它避免将冲突完全归咎于以色列政策 而是呼吁克制和保护平民 这种语气的转变引发了关于巴基斯坦最终是否会与以色列正常化关系的猜测 专家认为 有几个因素起作用 包括对公开支持对平民的大胆攻击的担忧 避免激怒西方政府的愿望 以及关注国内问题 如经济危机和强大军方的影响 虽然尚未宣布反以色列抗议活动 但仍然担心公众舆论及其对未来与以色列正常化的潜在障碍 然而 一些人认为 如果符合其国家利益 巴基斯坦可能会考虑在未来承认以色列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考虑到巴基斯坦将巴勒斯坦国与印度的克什米尔争端联系在一起 这种举动是不太可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带着轻松幽默的语言 给你们带来最新的新闻摘要 今天我们讨论了弗兰基 戴托利的决定继续骑马 澳大利亚对南非的板球比赛调整 美中关系的沟通问题 迪纳 布鲁克的小说再版 加拿大新民主党的政策会议 拉丁美洲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印度火车脱轨事故 以及巴基斯坦对以色列的态度 这些新闻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弗兰基 戴托利的决定 这位52岁的骑士 计划在英国的比赛结束后继续在美国骑马 他表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退休 我想说 不退役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他在本赛季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希望他能在美国继续取得好的成绩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对南非的板球比赛调整 这场比赛将在新建的球场举行 对于两支强队来说都是个重要的考验 澳大利亚在输给印度后需要一场胜利来保持竞争力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我们还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沟通问题 尽管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 但美国仍然表示将继续与中国保持沟通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当然在沟通中存在很多困难和分歧 但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迪娜 布鲁克的小说再版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位被遗忘的作家 在88岁高龄时看到了自己的作品重新发行 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作品 加拿大新民主党的政策会议也备受关注 尽管没有关于以巴冲突的决议被列入清单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个问题不关心 可能会有一项紧急决议添加到清单上 这显示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这次会议将是一个艰难的对话 但我相信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还讨论了拉丁美洲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许多人对如何描述拉丁美洲人持有不同的意见 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复杂感受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印度火车拖轨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这起事故再次提醒我们轨道维护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安全措施 确保乘客的安全 最后是巴基斯坦对以色列的态度 尽管巴基斯坦一直对以色列持批评立场 但最近他们的态度有所缓和 这引发了一些猜测 巴基斯坦的决定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对公开支持对平民的攻击的担忧 以及国内问题的压力 尽管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 但这种态度的转变让人们开始思考 巴基斯坦是否会与以色列正常化关系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了 我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解读和观点 现在是时候听听你们的想法了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